燕陽灑下棉被隨風搖曳 主婦們抓穩難的大太陽 把毯子被子床單一口氣拿出來曬 好香喔 好香 吸收了滿滿的陽光 棉被透出陣陣香氣 連孩子們也好喜歡 靜靜抱著暖暖毯子不放手 但卻有人說這味道聞不得 我覺得滿被殺死的味道 是嗎 我不知道耶 一般說來涉事40度就能夠殺死層蠻 網路上還有民眾把棉被包在黑色塑膠袋裡 溫度直接飆上55度 儼然變成塵蠻BBQ 陽光紫外線的一些影響 那使得棉被當中空氣的氧氣變成了自由基 那這個氧的自由基再跟氧氣結合變成臭氧 覺得不會是塵蠻屍體產生的味道 好香只是網路謠言 這太陽的味道是紫外線跟棉被作用所產生的 但專家提醒有動物性纖維的棉被 可是不能只曬太陽 太陽直射的話 那溫度會太高 會傷到這個動物纖維 簡單講就是那個蛋白質會破壞掉 那這材質就會脆化 原來像是蠶絲羊毛豆羽絨這種材質的棉被 曬久了不但撥好紋 而且恐怕還會發生變質的情況 專家建議還是回歸到低溫烘乾 而曬棉被的關鍵時間就是把握每天上午的11點到下午2點 建議每件曬30分鐘 再藉由拍打的過程去掉過多的臭氧 臭氧本身就是對呼吸系統或是對眼睛 都會有一些刺激性 還是拍打讓這些氣味散掉再蓋比較好 原來這太陽的味道雖然不是塵蠻BBQ 但因為還有臭氧的成分 建議大家還是穩不得 接著潘里有梅凱婷台北采訪報導